那么这个家业这里讲的一道 它也是一种家学家业 过去是祖传父父传子 这么传下来的 那现在可以用这个师生的关系来传 你所学的这个一道 你是跟哪个老师 你的老师又是跟哪个老师 这三代都是真正的名医 那这个你这一道一定是过硬 这样看的 不仅是一道 任何的学问都是要这样看 这传统文化重视传承 如是道都讲究传承 你看这个佛家里面的禅宗 禅宗 达摩祖师来东土 传给二祖 慧可大师 慧可传三祖 三祖一直传下来 传到六祖慧能大师 在六祖慧能大师那里发扬广大 他都是这样传一波 传灯 那么大乘佛法 这个八大宗 每一宗都是要这样传的 那未必会一定要有个一波的方式 这种形式 但是他的这个法脉 确实要师徒这么传下来 这叫正宗 他所讲的 他所传授的这些方法 是值得信赖 因为他是有传承 那么这里讲到的 一不三是不服其药 我们把它隐身来看 其实文化也像一一样 这个医药是治身上的病 文化是治心里的病 那如果你这个 讲的这个道 没有三是下来的 也不要服其药 这道理是贯通的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为什么要跟 我们的老恩师学习 因为我们看了 我们的恩师 他这个道 真正是有传承 他的老师 雷炳南老先生 是跟印光大师学的 印光大师是 净土宗第十三祖 那是梅花索 这是世界认可的 整个佛门 都推崇的大德 所以你看看 印祖到黎炳老 到他的三世 所以我母亲 这个 送我 专门跟恩师 来学法 他都是看这个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传承 即使你讲的再好 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那大家对你的信心 就生不起来 那么在佛法里面 尤其注重这个 像在发起菩萨 殊胜知药经里面 就讲到 在末法时代 这菩萨出来讲法 他一定是什么呢 会讲 我是从哪一位老师那里学到 他是副讲的 他不是自己在那里发挥 在那里 根据自己意思 在那里讲 那很容易变成 拥移杀人了 这个杀的不是生命 是会命 那比生命更严重 所以必须要经过 在诗 有个正统的诗门那里 认真的学法 得到老师的认可 鉴定 你才能出山来讲 出山就是你毕业了 毕业了 老师允许你出来讲 你才能出来讲 这样确保 不会有差错 这是剩 比这个医药更要剩 因为什么呢 你是现在拯救的众生的 发生会命 那甚至有什么 过去 黎炳老就讲过这么一个笑话 跟我们老人是讲的 说有一个庸医 这个给人治病 治一个死一个 最后被阎王爷给拿住了 审判 把他打入第十八层地狱 他就很不服气 在那里顿脚 说我又不是故意的 只是医术不高明 才不小心把人害死了 不是故意的 怎么把我打到十八层了 结果听到那底下 还有人在那叫 他说老兄啊 你别在那顿脚了 灰尘的落在我身上了 那个人觉得奇怪 我都到十八层地狱了 那那底下还有啊 还有第十九层不层 就问你是做什么的 那底下那第十九层的人说 说我呀 原来是教书的 这什么呢 教书是害人的发生会命啊 比拥一杀人还最重一档 到十九层地狱去了 那这种人是什么呢 没有真正学成 就胡说八道 出来乱讲 跟着自己的意思讲 全把法给讲歪了 误人子弟啊 那是枪害人的发生会命 到十九层地狱啊 所以我们老恩师 对我们这个学讲课 讲经严格规定 这是要按照规矩来讲 那么对于讲经典 一定是要用副讲 不添加自己的意思 对于这个 一般性专题的报告 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 但是呢 必须是自己有把握 而且经过老师认可 放你出来讲 那你才能够讲 老师不认可 或者自己不 拿不准的 没有把握的 就不能够出来随便发挥 所以要发挥错了 那个因果不得了 这都是慎重 好 下面我们来看 江谦先生 对这一章有一个注解 那么偶一大师 这一段呢 他没有注 我们来看江谦先生的注 说摘是祸福观 战是存亡观 急是生死观 圣人所为圣者 愿众生修福而免祸 弥占而损疾 那这个解释的很好 这个斋 斋戒 那是齐天 齐福 所以它是祸福的光孔 能不能够得福 看我们这个斋 是不是清静 了凡 这个了凡四讯上 就有这么一句话 齐天立命 都需要从 无私 无虑处 感觉 齐天立命 是祈福啊 那么我们现在为自己个人求福 或者为家庭求福 乃至为国家 为世界 祈福 关键就在于 斋 斋就是呢 无私无虑 那内心真正空寂 没有杂念 那才符合斋的标准 那你的 祈福祭祀 真正得福 这里没有迷信 因为福怎么来的 福本性中 本来具足的 只是我们现在啊 妄念太多了 这个把福 内心中的福给障碍住 出不来 所以要把这些 妄念障碍去除掉 这福它就会流出来 它没有迷信的 不是说什么神降福给你 不是 是你能够心清静 跟自信感同 这自信里头 有无量无边的福德 它自然流露出来 那如果不能够 修灾界 内心 污染 妄念纷飞 我们去祈福 去祭祀 只搞个形式 那就是 那就是亵渎了 亵渎天地 神明 那得的不是福 是祸 所以 灾是祸 福官 那么战 战争 存王冠 这个我们能够理解 这个战争 胜利了 才能 存下来 失败了 那就 亡生亡国 这个孔子 慎重 这个疾是生死观 疾病 要是没有办法康复 人也就没有命了 所以 所以圣人 对这个三个方面 都非常慎重 那么慎重 那不是为自己 那是为众生 愿众生 修福而勉获 他在戒 是为众生 祈福 他这个 考虑 作战的事情 也是为了 保卫人民 这个 对疾病 他能够帮助 大众 去治疗 这都是为众生 修福免祸 这是讲灾 修福免祸 迷赞 这是把战争 消灭 损疾 损是减少 减少疾病 那么减少 最重要是预防 中医跟西医 不同之处 在于 中医是 治胃病 不是治疑病 病没有发生之前 他就预防 这叫治胃病 所以真正的 肾 对疾病的 慎重 那是治胃病 防患于未然 不要等到 有了病了 那才去治 那已经是 三等的大夫了 那讲的战 也是一样 皇帝内经 讲的 圣人治 未乱 不治疑乱 战争是 疑乱的 真正对战争的 慎重 那是治于 未乱 防范战争 发生 让战争 没有发生 前 就 消失于 未然 那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的老恩师 四处 奔走 虽然 八四高龄 不辞劳苦 他所做的工作 不也跟 当年孔子 所做的 一样吗 都是呢 希望 治未乱 现在这个 冲突 种族之间的冲突 宗教之间的冲突 相当的严重 已经是 举世之人 都在关切 那怎么能够 真正使 族群和睦 宗教和谐 世界和平 那我们恩师啊 就唱歌我们讲 他 曾经跟这个 马来西亚 前首相 马赫蒂尔 对谈 马赫蒂尔就问他 这世界真有和平吗 我们恩师就讲 只要把四桩事情 处理好了 这个世界 就能够得到和平 第一个 使国家与国家之间 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第二个呢 使 种族与种族之间 第三个 党派与党派之间 第四 宗教与宗教之间 这四个关系 都能处理好 那么就能够使世界太平 可是这个马赫蒂尔首相 看 听到这个话 皱起眉头 太难了 我们恩师讲 是很难 但是如果从宗教团结入手 那就比较上容易 为什么呢 宗教 的信徒们 他能够信仰上帝 信仰这个 审判 信英国 总是 比较上 他的这个 能够啊 在断恶修缮 这方面 做得好一些 那么他如果 能够觉悟了 可以带动啊 那些不信仰宗教的人 现在信仰宗教的 在全世界人口 比例超过一半 假如这些宗教 人士全部都能够团结起来 共同推动 伦理 道德 英国教育 这都是神圣的教育 那这个世界 真能够和平 那真正消灾免难 这真正是为 世间的祈福啊 消弥战争啊 减少疾病 天灾人祸 战争疾病 都是因为人心不善 感召 这上书上讲的 做之善了 降之百祥了 做不善 降之百祥 人心要是善良 这世界就吉祥 如果人心不善了 这世界就遭殃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世界 就真的遭殃了 地球遭殃了 这气候暖化 南北极的冰融化 速度太快了 特别你看今年以来 那个天灾人祸 特别平凡 就像这个 年初海地的大地震 30万人上升 中国也有 玉树地震 继汶川大地震之后 也是一次非常 严重的一次灾难 冰岛的火山大爆发 这是历史上罕见的 还有各种瘟疫 流感 等等 那么 这个科学家统计 说今年 这才半年 我们这个 因为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 已经超过 这个整个过去十年的 他的这个 年平均呢 这个 这个过去十年当中啊 这是最严重的 是属于今年 按照死亡人数来讲 所以我们希望啊 消灾免难 这个 慎 要慎于始 智 要智于未然 所以最重要的 还是要推行 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 所以我们恩师 不辞疲倦了 到国际论坛上 做主题演讲 劝导这些 有识之士们 一起共同努力 那么 很难得啊 在会上 大家都 非常的认同 我们恩师的这个理念 那么 底下呢 我们再看 将前补助上说 三圣 灾为守者 三个 事情 灾 灾 急 灾是守 他放在第一位 为什么呢 底下讲 灾必断肉 断肉 则断 灾 急之音 这个 讲得 很好 他从英国上讲 战争 疾病 怎么来的 这是果报 因在于杀生 吃肉啊 就要杀生 所以 要断 战争 疾病 的因 必须从 断肉 戒杀 开始 佛言 世上 遇免 刀兵 劫 除非 众生 不食肉 这是佛法上 讲的 刀兵 劫 就是战争 如果 希望啊 这世上 没有战争了 最好 也只有 众生 不吃肉了 不吃肉 不跟一切众生 结恶缘 这个 战争的因呢 消除掉了 消除掉了以后 果也就没有了 但是问题 在于 现在不是啊 不吃肉了 这吃肉越来越多了 你看我们的父辈 在年轻的时候 那没有像我们现在吃的肉这么多 我们的祖父一辈的 那吃的更少 在过去啊 也就是过年过节才能够吃上一顿肉 平时也就是吃青菜 那现在天天等于过年了 在宴会里面的这个鸡鸭鱼肉 海鲜 杀生的 这些菜啊 那 不仅是天天有 吃不完 都浪费 所以 造这么深的业啊 你说要免战争 要免疾病 不可能啊 佛法讲这个 不吃 不吃无味 才能得健康长寿 你想要没有病 要不吃无味 无味就是 不要让众生有畏惧 那莫过于啊 保护他的生命 你能够吃素 你戒杀 那你就真正 不吃无味啊 那如果能够多放生命 那就更好了 其实众生 跟我们都一样啊 都有父母 都有兄弟姐妹 都有眷属 自己贪生怕死 动物也贪生怕死 他那种恐惧 那种疼痛感 那跟人没两样 那为什么为我们自己满足 口腹之欲啊 要去戕害他的生命 把自己的这个肚子 变成一个停蚀场 杀害的时候 你没见过一个 一个动物说 甘心情愿 可以杀的 这个拿刀去追 那个鸡的时候 那个鸡真跑啊 他害怕啊 他不会伸着脖子 让你砍呢 那可见的 他不愿意死 那我们自己不愿意死 我们自己不愿意 自己的儿女死 父母死 那怎么能够 杀害别人 这个别的众生 让人家 失去父母 失去儿女呢 所以这个 真正要有慈悲的心 跟一切动物啊 都要相处和谐 其实动物 跟他 你有好好的交流 他能够交流好的 我们也常常做 这样的一个试验 屋里如果有蚂蚁 有蟑螂 过去啊 就没有学佛之前呢 就把他给掐死了 那现在懂了 不能伤害他 他也是出来谋生的呀 你出来谋生 人家没把你杀了 那你怎么能 把人家去杀了 所以 这时候呢 应该 跟他呢 沟通 这个合掌 跟他沟通呢 说啊 这个地方呢 我要在这里用 你呢 不要在这里啊 这样我们互相骚扰 也不好 请你呢 从哪来 就回哪里去 跟他念佛 跟他助导 他很听话 他真的就离开了 以后再也找不到他 我现在每天早上呢 都在这个九龙公园呢 散步 去背经 背一部无量寿经 一小时 走路嘛 这个花园里面的蚊蚁很多 我常常盯在手上 啊 那我也没去赶他 他们也是出来 这混沌饭吃嘛 啊 你能够 不时一点给他 啊 那 跟他接个好员嘛 啊 其实你看他们也很可爱 啊 他们吃够了 他们也就离开了 他们也不会贪心 啊 你用一个善念 你供养他 嗯 那么希望什么呢 他们 吃饱了 啊 不要让我们的这皮肤太痒 太难受 他们也很合作 啊 真的 他飞走了 那个地方不会痒 所以 这个 真正讲 天人合一 天人和谐 啊 是最重要的一点 要有仁慈的心 是众生啊 与我一体 啊 我自己能够啊 啊 这个能做到的 尽量去布施 去帮助他 养 这天地的和爱之气啊 这多好了 何必要起杀心 啊 要糟蹋生命 把这个 本来和谐一体的 乾坤啊 他打乱了 充满了怨气 这是 在积累 占 极的因 这 欲得 长寿啊 当情 戒杀 长寿 健康 那都是 修 无畏不失的因 所以 一定要戒杀 啊 甚至放生 食肉 众生 死 多恶道 若生人中啊 多病短命 杀生食肉 占杀疾病之所有来也 可不甚日 这是真正把这个 为什么要慎的原因 给我们 说明白了 善因得善果 恶因得恶报 就如同 种瓜得瓜 种痘得痘一样 这个 丝毫不爽的 可不慎哉 愿云 禅师 寄云 愿云禅师 是明朝 也是 开悟 见性的大德 他有一首记 讲到 千百年来 碗里更 冤身四海 恨难贫 欲至世上 刀兵节 但听 图门 夜半生 这个真的 你看我们每天吃 吃肉的话 这个 碗里的这一根 这个饮食 有多少的生命 所以 这吃肉的 这个碗 简直就是 藏尸体的 无底洞 这里面有 多少的怨气 这怨气 那真正伤人了 斯坦福 有一大学的 这个教授 斯坦福大学 的教授 他做过一个实验 当一个人 生气以后 他吐出来的气体 吹到了这个 一个试管瓶的 那个水里 过了没多久 这个水会变成 那种紫色 然后 把这个水 注射到小白鼠身上 小白鼠就死了 可见的人 这个怨恨心 他的杀伤力很强 那你想想 我们吃这个众生的肉 众生被杀的时候 他那个怨恨心 是多强 那真叫不共戴天 只是因为 他这个能量小 所以还不足以 把我们这个 大个体的 这个身体 这么巨大的 这个人生 给一下子杀害 但是 他这个毒性 肯定是注入到身体 来的 你吃他的肉 你就中毒 天天吃 天天吃 那怎么能够 没有病呢 怎能不死呢 所以吃肉 吃得多的 那是身上一股黑气 集众生的怨恨 家里如果杀生的 那是众生的 这个 冤鬼聚集的地方 那么 在世上 杀生的 这些事情太多 我听过一个统计说 每年 全世界 要杀 13亿头牛 13亿头牛 一年 这等于中国的人口了 一年杀掉 年年都这么杀 你想想 这世上的怨气 有多深 这怨气深了 人他就产生一种 容易有怨恨的倾向 这个磁场 所感召的 人 他必定会受这个磁场影响 这磁场都是怨恨的磁场 他人就容易产生怨恨心 所以动不动 就会动 所以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 好像年年在升级 不能说没有原因 这就是欲知世上兜兵节 节是劫难 但听屠门也半生 这个屠宰场 晚上那种 惨不忍睹的叫声 你就能够知道 将来国报 必定是战争 下面 杨富斋 劝提仓 素食诗人 这个杨富斋 就是江谦先生 他本人 他号杨富子 杨富居士 那么他的这个书房 就叫杨富斋 他有一首诗 提仓了素食的 好 这个号生当得寿而康 杀命难期 自命长 我已多年保方节 并抹不入古书场 那么这个诗 比较容易懂 也就不再多做解释了 就是告诉我们 你想要得到寿而康 长寿健康 那必须有好胜 就是爱生命 尊重生命 天有好生之德了 我们怎么能够背逆天意呢 而去强害生命 所以杀命就 难弃自命长 让其他的生灵 短命 自己怎么能偿命 没有这个道理 那么 江先生 他说已经多年 保方节就吃素多年了 病魔不入古书场 古书场 就是他肠胃里 都是树死 树死 他没有那个病魔 拘束的地方 人 他的全身新陈代谢 大概七年 就全患 这细胞全都更新了 所以如果能够 吃上七年素了 那你整个人体 这些原来的病因 也就随着新陈代谢 也就没有了 那我现在呢 这个吃素 已经吃了 这十六年了 我跟我母亲 一块开始吃素 吃素的 这个因缘 是因为我的姥姥 去世 这个弟子规上讲 桑三年 长杯夜 居处变 久入绝 我们就绝了 这一绝了 绝了现在 不止三年了 十六年了 你看我母亲身体非常健康 那今年 这是65 很少需要 这个吃药 更不用去看医院 去看医生 他偶尔回到原来退休的单位 这单位领导见到他之后 也很高兴 哎呀 这么多退休人员里面 就你 从来没有花费我们国家一分钱 医药 这个医保 这是吃素的好处 那你看看我们的恩师 吃了五十多年 八十多岁的身体 他这个 在早几年 移民澳洲的时候 在澳洲 是移民部长 亲自送给他的移民签证 希望他老人家到澳洲去 团结宗教 就这么送给他 那么要做一个手续 就是体检 我们恩师从来不用去医院 所以很久不去体检 这几十年没去体检过 那么体检一下 验验血 结果呢 那个大夫跟他讲 说老人家 你以后再不用体检了 说你的血液 跟三十多岁人的血液 是一样的 吃素的好处 这江千先生这里 也给我们做了保养 他说 予以自持六灾 十灾 观音灾 而病渐少 今藏数五年 来全无病 那么江先生 他也是一位呀 在清末 民国初年 著名的教育家 那么 他 从小 就非常有才华 那 也不是个普通人 后来 得到了 几位好老师的栽培 那么他 可以说是精通 如是道 传统文化 而且他呢 注重啊 这个知行合一 跟这个明朝 王阳明先生 所提倡的 这个是一样的 注重行文 这个不是啊 讲空谈 学了 要去落实 那么江先生呢 可以说是 年轻有为 他在 这个 三十八岁 当时呢 已经建立了民国 1913年的时候 他就作为 民国国民政府 众议院的 议员 那么 表现出啊 很戳越的 这个 政治 才能 那么 但是呢 他本人 无心搞政治 他喜欢呢 搞学术 研究呢 如是道的 这个 这个 经典 那么后来呢 他就脱离了 国民党 就不干 不搞政治了 专门呢 制学 那么他在南京 这四十岁那年 就受聘了 在南京 这个高等师范学校 出任了第一期 这个第一任的校长 那么因为他 非常的 这个严谨的 制校 作风 所以这个学校 当年 很快成为了 全国 知名 的 高等学府 他的名气 跟北京大学 相比美的 这著名的 李苏彤先生 就在他的学校任教 这是后来出家了 就是红衣大师 那么 因为呢 他这个 操劳过度 所以呢 到四十二岁 他就 得了病 那么就 不得不 辞了职务 回家养病 那么他讲到 这个 原来有病 因为吃素之后 这病也就好了 应该就是讲到 四十 四十二岁 辞职 这回家之后的事情 那么他回家做什么呢 他就潜心 研究佛法 这个人也是 难得 很有善根 他是强调呢 这个学术 要如佛合一 这佛法 他也是学术 也是教育 要跟如 合在一起 所以他自己呢 这个认真的修学 你看他 朱节的这个 四十五 给偶艺大师 做一个补助 补助的就相当好 可见他是功力深厚的人 那么他后来学佛 也是专修 也是专修 净土法门 真正也 我相信他也是 以偶艺大师 为自己 私塾老师 偶艺大师是明末清初的人 他们没见过面 这个江谦是做偶艺大师私塾弟子 那后来 这个去世的时候 走得非常好 他自己是欲知诗志 那么写了一首临终诗 念佛往上净土 那么这首诗呢 我把它这个诗念一念 这个收拾多图像一图 贤忙随地有功夫 这一看就知道 是学净土念佛的 收拾多图像一图 多图是什么呢 是很多条路啊 如是道 这是很多条路 说明他原来 这也是门门都通的 这是大师级人物 国学大师了 但最后呢 这一切放下 归到一图上了 一条路 就是通往西方净土的路 真正是跟这个古代的 祖师大德风格一样 像连池大师 三藏十二部 留给他人物 别人去悟吧 我就念佛了 贤忙随地有功夫 不论贤忙 随时随地 就是念佛 这就有功夫啊 一句佛号不间断 生悉便得了生死 此事何须论 可见他 他对于往生净土 那是死心塌地 确实 我们这一生 要了脱生死 成就啊 大胜 那只有往生净土 这一门 这个事情 不论是至于 有智慧的 或者是没智慧的 这个没智慧是什么呢 什么都不懂 没文化的老头 老太太 但是他能死心塌地 念阿弥陀佛 求生净土呢 一样能够往生 点点羽化铺马脑 浪浪风足弄珊瑚 这是念的功夫成就了 极乐境界自然现前 极乐世界是七宝为地 这七宝池有莲化 这是美景啊 给我们写出一点 不忘静念悬心目 已见莲榜路化土 这个敬念就是阿弥陀佛 一句阿弥陀佛能够不忘 这就是功夫 我们凡人就是老忘 这个功夫成就了 真正就做到了 孔子所说的 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忠实之间就吃一顿饭的时候 这个功夫 这么短的时间 都没有离开人的 这个境界 就是你念人不断 造次必于世 颠沛必于世 那能够一句佛号能不忘 这就是无忠实之间为人了 不仅说无忠实之间 念念之间都不为人 念佛就是念人了 佛是最忍耐最慈悲的 那么念佛就见佛 大师之菩萨念佛原通章里讲的 若众生心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极乐世界 必定现前 所以在念佛时 已经见到极乐世界了 你见莲花 入画图啊 这个画图 是比喻 比喻它 既空既有 这画 是山水啊 但是呢 它不是真的 它是画 极乐世界 就是如此 我们现在的 娑婆世界也是如此 既真既假 它都是你念头所现的 我们念头是染 现出的是现在的 作恶世界 有战争 有疾病 有灾难 如果我们念头是 敬念 现出来的 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江谦先生 这首诗也就能够证明啊 他 这一生成就 真正念佛 往上净土 那从这里 我们也悟出来 要在佛法上 有大成就 还是需要在这个 这个儒上啊 来扎根 欧一大师 江谦先生 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成就啊 那都是因为他们有儒学 这学儒啊 深厚的根底 所以我们这个学四十五 大基础 中国古代 这个读书人 学儒学道 最后学佛 他就很快成就 他因为基础好 那么 佛曾经讲过 不先学小成 后学大成者 非佛弟子 这小成是基础 大成的基础 念佛 法门 就是大成 小成是叫你做人 但是在中国呢 大家都有儒和道的基础 可以不用小成 直接入大成 成就一样殊胜 儒和道 很好地取代小成啊 那我们现在呢 不学小成 必须在儒和道上 加根 尤其是 这个三个根 第一次规 是儒之根 太上感应一篇 是道的根 十善业道 是佛的根 好 我们又 拉回来 看江谦先生 那个注解 这还有一小段 说到 幼云 这个 就是 江谦先生 他的杨复斋的 劝提仓 素食诗 又云 全骂乡亲 抱不忘 旷语食肉 颇心肠 何如与物同安乐 白饭 青书 大吉祥 这里 这里 讲到 明依 欲 余 佳 言 云 白饭 青书 养圣 妙法 这首诗 这首诗 也讲到 全骂 相亲 抱不忘 这我们世间人 你看 挨了一段揍 挨了一段骂 那都是念念不忘 咬牙切齿 那怨恨心 很难 放下 那更何况啊 吃他的肉 抛开他的心肠 把这是 这个众生啊 开膛破肚 下油锅 来这个 吃他的肉 那那个恨意 没办法 平复的 生生世世 那是 这个永远 不能够 消灭掉 所以 不可以跟众生啊 接这些恶缘 不要吃肉 那就 不要接这个恶缘了嘛 所以 为什么不 与物同安乐呢 跟一切众生 都安安乐乐 和和谐谐的 过日子 这多好 我们 我们不吃众生肉 吃白饭 吃青菜 这也 过得很好啊 我们过了16年 觉得 非常的安稳啊 身体没有毛病啊 精神体力 一点不欠缺啊 这是饮食 习惯 调改 调整过来了就行 而 你能得大吉祥 那么吃素 真正对身体 健康 有很多好处 现在医学界 都已经证明了 所以 这个 明一玉 加盐 这是 这一道里头的 葛言 白饭 清书 养圣妙法 是真的 尤其是上了年级的 吃的越简单 越清淡 对身体 越好 那么讲到这个 子之所甚 灾战疾 我们呢 今天就讲了这一章 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 学习到此地 讲的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